三千多年前,是谁在晋水河畔驻下晋国根基? 和尔唯一的晋侯苏中如何弥补了狮仔的历史? 涅槃重生的礼乐重器,重建天日的古车战马, 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群, 揭示出西周时期诸侯大国的强盛实力。 中国考古大会,来年探秘晋侯墓地, 寻找西周时期晋国世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锁考古密码,探寻中华文明。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考古大会。 我是主持人王端端。 今天,我们将走进的是一个始建于西周,经历了三十八位君主, 六百余年跌宕起伏的诸侯大国——晋国。 世人对他在春秋时期的繁荣鼎盛, 金戈铁马相对熟知, 但对他早期的立国和崛起却所知甚少。 那么,晋国从何缘起? 晋侯墓地的考古发现, 又是如何揭开了一段晋国历史风云的呢? 让我们把时间标尺拨回三千年前, 一起探秘晋侯墓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为了寻找晋国踪迹, 北京大学教授邹恒先生, 依据史书典籍带领考古队, 在山西省晋南地区展开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并在山西林坟开始了晋侯墓的试据。 此后几十年, 在三代考古人的努力下, 终于让位于山西省林坟市益城县和区卧县交界处的区村天马遗址, 重现在世人面前。 遗址供发掘出九祖十九座晋国诸侯及其夫人墓葬。 出土文物一万两千多件, 囊括地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晋侯苏中祖遇佩, 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最大附葬车马坑, 以及罕见的凤首巷尾, 尊仪结合的镜侯鸟尊。 他们的出土, 实证了西周时期全部九代镜侯世袭排序的真实性, 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也为研究周代礼乐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曾经的晋国究竟是什么样子? 早期的晋世家又有哪些故事? 发掘出的文物对于整个晋侯墓地有什么样的作用?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为大家一一呈现。 有请今天的考古专家团上场。 他们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 镜侯墓地, 一山归四周近历史的窗口。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村天马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吉坑章。 晋国, 一个有故事的周代诸侯国。 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晋侯墓地, 映造西周历史的宝贵资源库。 欢迎各位。 中国考古大会由耕耘美丽中国创造美好生活的 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一刷一束, 一口安康。 本节目由专业口浇护理的云南白药口浇护理品特别赞助。 接下来欢迎本期的考古推广团上场。 欢迎。 现场的三位专家, 大家好。 我是中央广门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杨帆, 很高兴来到中国考古大会。 欢迎杨帆。 我是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李慧,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中国考古大会, 和大家一起走进晋国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大一新生赵一诺。 在前不久我们学校组织的考古文化乐活动中, 北大师生参与发掘的近衡目的, 也让我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来也是希望探索到更多的知识。 我想先问一下杨帆, 你对考古的了解有多少? 你这一下真问倒我了。 我要跟各位老师坦白, 我是一个考古界的小白, 今天来到现场就是来学习的。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七岁女儿的父亲。 平时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会非常有意识地带孩子去一些博物馆。 我发现孩子的眼中都是放着光的, 他太感兴趣了。 所以在家中我和女儿做了一个约定, 我说爸爸这一次来参加中国考古大会, 看看我在现场会有什么新发现。 我会回家和孩子进行分享。 别说,你今天来, 我发现你也是眼中带着光的, 探索之光。 所以相信接下来的探秘空间的任务, 杨帆还有两位助手, 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 靖国是西州城王分封的 激姓后代建立的国家。 它的来历其实源自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片桐叶,一句玩笑, 但正是因为天子无戏言, 所以周城王就把唐这块地 分封给了他的弟弟书渝。 书渝就成为了靖国的祖先。 西州都无城好景远, 同眼多地无心眼, 一眼九顶真天子, 王,你慢点儿。 来,追我呀,哈哈。 王。 陈旦参见王。 王叔,快快请起。 王,您看, 选哪个良辰吉日 举行册封书渝的典礼呢? 哦,册封典礼? 王,在浩京御花园, 您和弟弟玩耍同夜时曾说道, 来,来,来, 我把他裁成玉龟, 册封你做唐侯吧。 哈哈哈哈, 哦,想起来了, 我那是和书渝闹着玩的, 何必当真呢? 天子无戏言, 言则史书之, 礼成之, 乐歌之, 应为之举行典礼, 册封他, 庆贺他。 叔父言之有礼, 内侍, 小臣在。 命太补, 占卜问卦, 选择吉祥日子, 赐王帝书渝车碾马匹等, 举行册封书渝大典, 遵命。 书渝所受封的是唐帝, 他的儿子谢父改唐为晋, 至此, 晋国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今天我们考古推广团要探索的是位于山西省临坟市, 曲沃县, 逸城县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 这里埋葬着西周时期的全部晋侯, 那相信你们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有请考古推广团移步到时空之门, 开启你们的探秘之旅, 出发吧。 这是哪儿啊? 穿越了时空的感觉。 这么一个开阔的空间,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信息就应该是在我们头上的。 应该是编中吧。 它上面有字, 上面应该刻的是明文。 这几个字我认识。 刚才一进这个空间, 我就看着特别特别的熟。 年无疆, 子子孙孙。 这边, 永保子中。 就有点像那个吴江啊, 长寿啊, 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子子孙孙应该是, 哦, 会不会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找, 找某一个历史上人物, 他的后人。 我觉得有可能。 欢迎来到探秘空间, 你们的任务将和一套编中有关。 晋国在春秋时期晋献宫在位时崛起, 至晋门宫称霸, 其后人纵横中原成九霸业。 而晋国在西周时期的一场重大战役 就被记录在一套编中里。 1992年, 山西地区出现了大量墓葬被破坏的情况。 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对一座被盗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考古工作者在这座被盗墓葬的墓室南侧 发现了两枚小型编钟。 抹去编钟上的泥土后, 陶古学家依稀在上面看到了一些赞客的名文。 而这两件编钟上的名文所记载的故事并不完整。 当整组编钟再次重聚, 将会呈现出怎样一段诗仔的历史。 这就是当时发现的两支编钟, 而且要和其他另外的编钟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因为编钟都是按套来出现的。 它一套编钟上面写的是一个故事,对吧? 这一套编钟本来是16枚, 但是有14枚是流失了。 那这14枚最后失而复得, 应该是经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 这16枚编钟, 现在我们知道它是处置于静侯墓地的八号墓。 盗墓者进行了盗掘, 但是只盗掘了一部分。 这个盗洞就挖在墓室的南部, 也就是墓主人的脚端。 从中间向两边扩展, 它把一些铜器盗走了。 这里面就包括了14枚编钟。 那天晚上就是盗掘的时候, 北盗村的村民知道了, 村民自发组织起来, 当时举着火把, 敲着脸盘, 拿着铁锹, 然后驱赶那个盗墓贼。 如果不是村民保护, 那这两件编钟也留不下来了。 是, 这14件编钟被盗了以后, 很快就到了香港。 在江沙这个编钟的闽文是刻上去的, 不是铸造上去的。 所以这个编钟就一直没人迈出去。 当时也有一点疑问, 怎么这么长的铭文要用刻的方式把它刻在那个钟上, 而不是铸造的时候就铸造在钟上。 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马成元先生, 他是研究青铜器的专家, 一眼就看出这个钟应该是真的。 铭文很可能也是真的。 所以他就把它回归到了上海博物馆。 他们通过对铭文的试读, 知道这是禁锅的。 而且马观也知道当时北大于山西省靠谱研究所 文工部门在这个曲村地带进行发掘。 所以马先生给这边的发掘着写了一封信, 邀请到上海去观摩。 在93年的春天的时候, 周空先生和当时北京大学的高重门教授, 还有山西省靠谱研究所与张冲宁先生, 他们一块儿到了上海。 看完之后, 很郑重地告诉马观长, 你这十四箭就是出自于今后目的八号目, 而且与那里面所出土的两箭合而为一, 应该是两套十六箭。 请穿越时空之门, 均找十代的历史。 走。 走。 这就应该是非常关键的提示信息了。 任务卡。 请仔细观察面前的明文, 并按下启动按钮。 根据规律完成明文的正确排序, 找到诗载的历史。 文章是有了, 但是顺序是错的。 顺序是乱的。 大的动不了, 小的可以。 看来大的是一个机关, 它可以动。 按下启动按钮会给我们正确顺序。 现在我们需要确认的是按下启动按钮。 我来。 起来了。 这没有规律。 我把前面的已经忘了。 然后这些字和我们现在写的又不是特别的像。 那咱们就有一个排序。 比如说你记前六个。 我记前六个。 你记中间五个。 我记最后五个。 再按一遍。 前六个。 我们不看。 我怕记乱了。 第五个。 第六个。 好,我完了。 好,该我。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然后该我了。 一。 二。 三。 四。 五。 我记住了。 来,各拿各的好吧。 这是我的。 这个中间顺序太难记了。 我先把我的拿好吗。 这个。 这个。 永保自终最后一个。 是这个吗。 最后两件。 那当这两套十六枚中终于凑齐了,怎么给它排序呢? 排序有不同的标准。 可以用大小排序。 可以用音律排序。 还可以用明文书写的连续性来排序。 由于净猴书中是两套两个八维,所以大小排序就容易出错。 另外呢,那个中,虽说它的音律现在可能还保持,但是在埋藏过程中,可能由于嗅饰的原因,会使音律发生变化。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明文。 我们西周的文献本来就不多,那么发现的长篇经文等于是我们增加了一篇历史文献。 古人写的东西应该是从右往左写的,所以第一个应该放在这儿,然后第一,第十六,我来放前六个。 你们有没有发现,它这明文记载前面的信息量是很大的,特别的大。 拍片很重要,中间有可能是一个小转折或者交代一个什么事件,最后是两句祝福语。 对不对? 期待。 我终于找回了诗仔的历史。 对,诗仔的故事。 恭喜你们顺利完成任务,请推广人回到主牌。 那行,那我走了。 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其实这个任务挺有难度的,完成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空间,尤其难得的是,这一次揭开的是一段从未向世人揭晓过的历史。 但是这段故事现在是什么我不知道,谁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敬喉苏中》上记载的这段故事呢,是我们在史书里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历史。 也正是由于考古专家一点一滴的努力,才使得这段历史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敬喉苏中》上都记载了什么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太平 敬侯苏听令 苏在 命你攻击素衣的老巢 攻克两翼后 与寡人会士总攻运城 遵命啊 传敬侯苏 在 在这次战役中 斩首四百八十级 鲁迪一百一十四人 功勋卓柱 可赏赐你马匹 弓箭香酒 谢王赏赐 现在对这段历史记载的故事 我们了解了 这是一场战争 那想问一下吉老师 敬侯苏跟随周王 去打的这场胜仗 在当时算是一个 什么样规模呢 从战争的过程来看呢 这个战争呢 是由周天子亲自指挥 敬侯苏是前线总司令 然后他率领部队进攻 参加作战的兵力呢 包括周王的大士小臣 浦从以及晴侯自己所带的军队 从这个战争的结果来看呢 就是斩首四百八十人 福获呢一百一十四人 那么这么一个战果呢 在根据整个西周时期 几个有记载战争的 青铜器敏文的内容来看呢 这个战争规模 还是相当可以的 老师啊 我在来参加这期节目之前 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我并没有在史记 晋世家当中看到 晋侯苏的名字呀 那这个晋侯苏 究竟指的是哪位晋侯呢 在史记晋世家当中 提到了晋献猴 名叫吉 那么在这个晋献猴 名吉的下面 唐代有一个历史学家 叫司马真 他为史记做过缩影 在这个缩影当中 他引用了先秦时期的 一部古籍 叫《诗本》 这个《诗本》当中有记载 另外呢 他还引用了三国时期的 一个历史学家 叫乔州 他们都认为 晋献猴名书 这样的话 他和史记里面的 晋献猴集 其实呢就是一个人 所以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了 晋猴苏就是晋献猴 是的 从文献上 从唐书语开始 晋猴谢父 一直到 武猴 成猴 利猴 晋猴 县猴 穆猴 商书 然后文猴 这是整个西周时期 晋猴的几位国君 晋猴墓地发掘了之后呢 晋猴墓正好有九祖墓葬 如果把晋猴这个文献里面的 唐书语和商书去除 那么从晋猴谢父一直到文猴 这正好是九祖 在这些墓葬里面 清童记上有好些清童名文 这名文里面有六位晋猴的名字 分别是晋猴喜父 晋猴博马 晋猴对 晋猴书 晋猴司 晋猴帮父 这些名字跟史料上能对得上吗 这些问题就来了 也就是晋猴书 是文献上记载的 其他没有对应起来 所以呢 由于晋猴墓的发现于认定 它成为推定整个晋猴墓地 九祖十九祖墓葬 排序的一个基点 相当于一个突破点 晋猴墓对于整个墓葬群来说 它怎么会起到坐标的作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 是最后第六次晋猴墓地 发掘以后的平面图 我们可以大致看出 晋猴这些夫人墓葬 是排列的非常规整的 大致成为三排 北排中排南排 它是以中排的中间的那种墓开始 它经历了一个 从稍微低一点到稍微高一点 等级的发展过程 在早中期 它用的墓葬形子是甲字形 也就是一条墓道的墓葬 到了晚期 也就是最后两组墓葬 开始使用中字形的两条墓道的墓葬 通过对他们墓葬 形制的一步步排比 青铜器的一步步排比 各个墓葬里面 他们所出土的淘气一步步排比 能给出一个这九祖十九座墓葬的一个 时代早晚的顺序 而史记晋世家中也记载了晋猴的先后排序 在确定了晋猴的墓葬位置后 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坐标 推导出左侧的墓葬是他的儿子墓猴 更晚的墓葬则属于墓后的儿子文猴 而晋猴右侧则是他的父亲西猴 比西猴更早的墓葬则一次属于 晋猴 厉猴 成猴 武猴和谢父 所以晋猴墓葬的发掘里面明确写着晋猴苏 这个不仅是晋猴墓地的支点 同时为认定这个曲能天马的遗址 等于推开了一扇窗户 以前在黑暗中摸索 现在大家有了光明了 考古学家在文物都发掘出来之后 通过蛛丝马迹一点点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晋诗家 晋猴苏中就像是一把钥匙 打开了尘封三千多年的晋国大门 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就要从晋国的诞生说起 讲到晋国就不得不提到 《非生海内外》的晋词 晋词原名唐书于词 是为晋寺晋国开国诸侯唐书于而建造的 《北魏黎道元的水晶著》中记载 《沼西济山枕水》有唐书于词 说明在北魏之前晋词就已经存在 晋词志中记载 《三晋之圣》以晋阳为罪 而晋阳之圣全在晋词 晋词是三晋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实物载体 唐太宗李世民欲书的《晋词之名并序碑》 记载了对晋词治国理念的推寸 晋词呢千百年来守护 传承和滋养着三晋文化 晋词被誉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宗词古建园林 这里如是道以及民俗活动包容并序 不仅是祭祀的场所 更是记录三晋大地历史起源的文化圣地 古老的晋词展现着绵延不断的三晋文化 晋词所奉赐的正是晋的祖先唐书于 而在晋侯墓地上出土过一件文物 叫书于方鼎就是属于唐书于的 方鼎是比较重要的器物 在西周时期方形器往往高于圆形器 它上面著的有名文就指它是唐书于 唐书于始封于唐到了谢父的时候才迁到了晋 在他的儿子谢父的墓葬里面 就出土了这件属于方鼎 这件属于方鼎是我们目前静侯墓地 最早的并且世系明确的这样一件方鼎 唐书于是因为他的哥哥把他封到唐这个地方 是他的儿子谢父改唐为晋 才有今天的我们知道这个晋国这样的一段历史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 从文献资料上来讲 史记里面也提到了谢父称晋侯的事情 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位经学大师叫郑璇 他在《毛诗谱》里面也提到了 姚之故须 难有晋水 自指谢父为晋侯这样的记载 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 谢父从唐帝迁到了晋地 这个地方更适合于发展 整个环境非常好 水文条件 土壤条件都非常好 因为境内有晋水 这么一条水 他把国号就改为了晋 谢父成了晋国的第一代国君 这件疏于方鼎被埋藏在谢父的墓葬当中 那除此之外呢 在谢父的墓葬里 还出土了另外一件珍贵的文物 就是晋侯鸟尊 这件文物匠心独运 设计之巧妙 气形之精美 于金人而言仍触目星探 是西州青铜艺术的杰作 接下来一起隆重地有请 晋侯鸟尊的复制品登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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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文明天下的 镜猴鸟尊了 被誉为 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对 我们的院徽 就是以它的形象来设计的 每年专门为去看它的游人 不计其数 没错 杨帆 你看这个鸟尊上面 有几只动物 首先外面这是一个一只 这盖上面有一只 两只 再仔细看 我可以换个角度看吗 我发现了 这后面这个尾巴 换一个角度看 它是一个大象的脑袋 确实是挺奇妙的 我想在博物院的现场 肯定观众都会发出这种惊叹声 哇 原来还有只大象 鸟尊 它用两种动物 拼合在一起 这是从商代以来 青铜器的工匠 它们习惯的一种创造手法 有好些鸟兽尊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它还有一些鸟本身没有的东西 好比说鸟的翅巴 它把那个关节旋转 把它突出出来 像一朵卷云 这恰巧是中国古代工匠 它们的一种装饰传统 鸟尊可能还有它的象征意义 因为在西州的寿命传说里面 州人正是得到了上帝的旨意 去灭伤 而传达上帝旨意的是一只鸟 一个凤凰 它好像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 最早的在上面的名文当中 有记录晋这个字的 对吗 这个名文已经展示出来了 但是咱俩在外形上没有看到 我这没看肚子 肚子上没有 这段名文到底在哪 我们请吉老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 有请 等您揭晓答案 其实刚才你们两位都已经谈到这个镜子了 这家鸟尊所以成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很关键一点就是在这个鸟尊的里面 有明文就在这个盖的内壁和这个整个气的内壁 两处 我们打开了啊 这有两处 在这儿就是这个大屏幕上的 镜侯做相大使 宝尊仪 在这个短短的一段话里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一个是镜侯 一个是相大使 侯呢 是镜国的绝称 镜国的国君都称为镜侯 山西简称镜 这个镜就是从这儿开始用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 见到的最早的出土的金文镜子 就从谢父开始 那底下这个相大使呢 这个大又念太 太阳大阳是一回事 相大使是什么意思呢 对 这就是有意思 大使就是太使 太使就是太庙 就是宗庙 相大使有可能就是这件东西 放在一个叫相的宗庙里面 那么这个相也有学者研究认为 是镜国当时都城的名字 它是放在镜侯谢父改进之后的 镜国宗庙里面一件 用于祭祀的清通系 在考古发掘的现场 鸟尊出来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是经历了一番坎坷和曲折 是吗 是的 是的 镜侯墓地的发掘是从92年 一直持续到96年 基本上把整个镜侯墓地的 主要墓葬发掘完了 2000年的时候 技术人员到镜侯墓地这边进行钻探 发现一座大墓 而且是带墓到的大墓 我们采取 考古发掘 采取这种不探方的形式 当把这个表土揭开之后 发现一座 是原来经过盗绝者 炸了但是没盗量 盗了一部分 那么当揭开之后 发现这个盗洞 位于墓的中间 打到关上 而且当时盗绝爆破 把这个周边的轻通器 都给炸碎了 这件鸟尊也是碎了 正因为碎了 给兴罪下来了 完全看不出来 是现在的样子了 对 看这个上面的图片 碎片 应该有鸟尊的 但同时还有顶的 那个顶应该可能是 疏于方顶吧 你看那个顶的耳朵都有 要区分它哪片 是哪件器物 这个还是可以 但是把它再拼接起来 复原其实不容易 所以当时 北京大学的孙清卫老师 就采取了这种套箱的方式 套箱这个词 是我们考古发掘一个术语 就是在现场不太好解决 整体给它用箱子套回去 调装回去 把整个的土方都带走 对 整个就不动它 原来的环境不动它 然后带回去清理 这样整个鸟尊 包括这个墓的其他部分 都套箱带回北大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在那儿进行清理修复 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才把这些鸟尊 完整地修复起来 我们考古学家 强调一个埋藏的情景 就是说当时的人们 把这些器物 把它埋藏到他们的墨章里面 或者教堂里面 器物的组合 器物的摆放 器物彼此之间的一些位置 这里面都有埋藏信息 除此以外 有些器物里面还装得有东西 它到底是装什么 现在被盗了以后 这些历史信息 经过盗墓的破坏以后 就都没有了 这种对于考古工作来说 是往往带来 可能几十倍的困难 对于这种盗墓的行为 我们是深恶痛绝的 谢谢齐老师 今天给我们做的讲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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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州时期的最后一代镜猴 又在历史中留下的哪些故事 中国考古大会 带您探秘镜猴有地 寻找西州时期禁国世家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可顾端 收看更多节目的精彩短视频 和幕后花絮 刚刚我们了解到了 禁国的源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一起去看一看 禁国逐渐崛起的军事实力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继续有请杨帆移步到 时空之门 开启你的探秘之旅 出发吧 二爷回来了 不知道接下来 又让我们来到这个空间 会交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 欢迎回到探秘空间 接下来你们的任务 将和车有关 车 车 由谢傅至文侯 先后九位西州时期的 禁侯所积累的强盛国力 在禁侯墓地中 都有着清晰的呈现 自1992年起 考古工作者在禁侯墓地 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发掘 共发现车马坑十座 其中最大的一号车马坑 共出土48辆车和105匹马 包含了当时四个 不同种类的车型 是目前为止已知西州时期 最大的副葬车马坑 这些考古时政 让我们得以看到 西州时期禁国的实力 有个关键信息 那个时候如果有大量的车马 证明当时国力是非常强盛 是的 没错 这个车马坑有48辆车 105匹马 而且这个车马坑的主人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解锁的 禁侯苏中的主人 禁献侯 所以我们要看看他们家的车马 应该是 你们将获得四组线索 请根据线索判断出 他们所属的车型 并说出你们的答案 看来还不只是一种车型 这是什么宝贝 看起来造型挺好看的 这个是可以拿出来的 而且你看这 它的纹饰非常的精美 而且还是青铜的 可能是车主地位的身份 也象征 它是固定车轮的 就是车轮那个轴上面 起到锁定的作用 对吗 对 没错 防止车轮就掉出来 对 而且它还是青铜质地的 所以还起到一个 保护车轴的作用 太精美了 它有名字吗 它叫卫霞 卫霞 这个是卫 这个是卫 对 这个是霞 它是一组 两个零件 组合在一块才能配套使用 那卫霞能指定 我们目标要猜到的这个车 是什么样的类型吗 一般像这么精美的 这种卫霞的话 很可能是会在战车 或者是礼仪用车上来使用 战车和礼仪用车 都有可能 那看来我们还需要补充其他的线索 我们看一下 你看 这三个道具是一组 这应该是个铠甲 铠甲 这个应该是弓箭 就是一根弓箭 箭 有箭有甲 都跟战争相关 打仗用的 那 那战车对吗 这就是战车的样子 战车是我们对车的功能的一种界定 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志 晋国时期的车都是单元车 到了汉代以后才出现双元车 单元车 它的架码就必须是双数 这样才左右匹配 另外有个好处就是在转向的时候 有它的灵活性 所以在作战的时候 可能单元车更加合适 到了秦汉时期 骑兵成为战场的主力 车兵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 这个时候稳定性就放在了第一位了 所以双元车就代替了单元车 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 人在里面还是受到保护 但是同时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可能就是驾驶 这个平衡感 同时在战车里面可能还需要射箭 因为它有箭 还有驿 驾驶 对 驾驶 周里当中称为六翼 他们对于六翼的学习 都是非常专业的 刚才我们推广团成员提到了六翼 那这里边的驾车 是不是也是六翼当中非常重要内容呢 当然 作战就要会射箭 就要会驾车 所以这两样就是六翼中间的最重要的两个环节 驾车去作战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动物或者敌人用马车把它逼到左边的方向 因为骨盖的战车 右边是有力的人 拿着一个长兵器 左边往往是射箭的人 所以要把敌人或者野兽赶到左边去 便于射箭的人能够崇崇的射箭 亮了 这又是啥 叼着花纹 红色 大喜的颜色 肯定预示着这应该是婚庆用车 我觉得应该不是婚庆用车 因为在当时红和婚庆 还没有产生必然的联系 不过确实它的纹饰很精美 还用了红色 它可能是车主人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我觉得 应该很尊贵 对 一定是非常尊贵的人来使用的 也是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来使用的 其他这个是什么 像一个贝壳 贝类在古代可能是跟金钱相关 作为财富的象征 财富的象征 我看着很像是棒炮 棒炮 贝类 这么漂亮的棒炮肯定是做装饰用的 左边这个是什么 它像一个连接的东西可以转 荷叶什么 应该是在它这个部分在里边 所以这是个门 那这么说来应该还是蛮隆重的 经过我们三个人的讨论 我们一致认为是礼仪用车 出现了 好美 没错 确实比其他车要漂亮 你看它那个侧面就有装饰的 对吧 而且随着它转过来 我们看到其实在它正后方是有这个荷叶 这个门是可以开关的 车门开了 所以大家知道吗 在过去的时候 李御用车的车门是在马车的正后方 我好想上去坐一下 感受一下 除了李御用车的门能打开之外 其他类型的车门能打开吗 其他的车它没有门 它后面就是一个货口 在近后目的发现的四种车上 只有李御车 后面有门 并且上面还有荷叶 现在我们非常顺利地猜到了两种车型 这个有意思 这个是很好玩 这不小孩玩的波浪鼓吗 所以我们的答案有了 这是一辆铜车 小朋友用的 李御见过这个东西吗 我见过 而且我经常会看到它 这种器物叫玩铃 它是做什么的呢 我觉得可能还最直观会想到 它就类似于像一个提示路人 有车辆经过 对吗 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它具体属于你一种车型 因为它这个功能 对于所有的车辆来讲都有需要 对 中间这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围栏 对 或是车的围栏吗 车座 就是大围栏里边套一个小围栏 小的 对 保护人的 保护人不掉下去 这还有字 对 这字关键 横长纵短 横长 横长纵短 就是宽 对 宽 我觉得宽的话能同时坐很多人 就是拉人的车 那你有了解吗 当时有这样的车型吗 有 生活用车 因为它上面没有其他的一些漂亮的装饰 精美的装饰了 所以它就会更生活化一些 对 生活化一些 我们认为是生活用车 太厉害了 来 庆祝一下 这个生活用车上的座椅挺有意思啊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座椅是不一样的 像椅子一样 这个半圈这样的东西 这个半圈这个不是用来靠的 为什么 是因为它这个弧度正好是朝前的 这时候的车它是从后面上车 不是从前面上车的 人正好跪在中间 两个手扶着 起了这种稳定的作用 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地解锁了三种车辆 所以接下来需要我们再接再厉 还有最后一种了 加油 好吗 加油 这个够小的 这是个什么 好像是那个项链上面带的 你看它里面是空的 可以穿绳子 我觉得 这给马用了 马用的 这么小的一个零件 你说没错 给马用的 这是给马用的 但是我觉得马的那个缰绳 这个孔会不会相对细了一点 这种器物叫节约 节约 哪个节约 节约用水 粮食 节约时间 其实这个节约最早指的就是这种马具 但它是在马头部来用的 节约是车马器上的一种用具 上周时期对于马的装饰是非常讲究的 比如说马上有这个玉马器 就是马镖 马弦 配头 缰绳 这叫驾驶马匹 要用到的 另外一种还是装饰器 就是马头上 比如说是有当炉 必须要把它们固定好 那么就需要用一些皮条 这些绳索和皮条 它就会有一个交叉 节约主要就是来解决这个交叉的问题的 这样的话 驾驶马匹的时候它更便捷也更灵活 我们看到这个是节约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布袋子 布袋子 我觉得应该是像装粮食 装里面的那种袋子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横长纵短 这个是横短纵长 还有粮食 粮食 那就是货车 应该是运粮的那种 运粮的车 那在当时周代这种车叫什么 自重车 我们已经有答案了 这应该是一种自重车 其实远看差不多 但是明显感觉到它会长一些 很长 所以它里边的空间很大 能容纳很多的粮食 粮草 所有的谜题都打开了 天哪 好多马车 我们刚才看到的车都有 刚才 我们解锁的车 对 我看见了 那个应该是礼用车 对吗 对 生活用车 私重车 好壮观 恭喜你们 顺利完成任务 请参回主舞台 走 走 欢迎我们的考古推广团 凯旋 此时此刻真正的内心感受 就是意犹未尽 今天我的收获真的很大 可以触摸到三千年前的历史 有点极面地看 在静国时期 我们的交通 文化 祭祀等方方面面 已经高度发达了 我一定要等孩子 在放假期间 我带他去一趟山西 去感受一下 其实过去呢 我都是在博物馆 看到一件件文物藏品 而今天在中国考古大会 仿佛真的是将我置身于 三千年前的历史空间 可以让我伸手触及到 那个鲜活的晋国 平时啊 我可能都是在历史书 或者是课堂上 或者是考古工地 或者是博物馆里 去看到那些车马 看到那些名文 但是这次呢 真的是身临其境 也让我由衷地 为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明 感到自豪 非常感谢我们两位 考古团成员 今天的努力 请两位台下就坐 谢谢 谢谢 合作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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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晋献猴 车马坑出土的马匹 和车的数量 是不是就可以 基本判断出来 晋国从它这个时候 就已经是很强大了 就目前全国这些年的 考古材料来看呢 西周时期的车马坑 晋猴墓地的一号车马坑 到目前为止是规模最大的 它的东西长是21米 南北呢是15米 总的面积下来 要300平方米以上 在这个车马坑里面 有105匹马 还有48辆车 可以说晋国在这时候 已经有相当的发展 并且由于这个晋献后 曾经跟随周天子去征战 那么晋国的国际地位 得到进一步提高 一个国家拥有 多少辆光甲车 就是表示一种 国力的强盛 军力的强盛 杨帆在探命空间 你看到那么多车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这个车与国力之间的 这种联系 这个我有想到 车其实在当年 已经可以细分成这么多种 已经代表了 它当时一定生产技术的 一个高度 其实就像现代社会一样 汽车属于制造业 汽车工业制造业 它的强盛 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 综合实力 所以由此可以判断出 当年这个晋国时期 国力应该是非常强盛 车是商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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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系统工程 那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和马相关 后面还有人的培养 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 才能构成战斗力 造一辆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当时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重工业 对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的部门来参与 在《州里考工记》里面记载 关于坐车 有舟人 有羽人 还有轮人 这都是非常专业的分工 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不同的人 来做这个车辆当中不同的部件 所以有一句话来形容 当时的坐车的工艺 叫集合了所有工种的 复合性最强的一种工艺 就是这个造车技术 综合实力都反映在这一辆车上了 现在造一辆车 可能它最难的 就核心技术 一个是发动机 一个是变速箱 对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车马坑当中 这个经过时期的车辆来讲 它最难造的是哪个部位呢 最难造的是轮子 轮子 因为它要把木头 把它弯曲成一个圆形 然后要使它这个形状固定 不变形 弯曲的弧度 还有歪曲的这几块轮牙 它之间要衔接得很紧密 还不能脱落 另外呢 它要和那个服条衔接得很好 服条的粗细强度 都是有考量的 其实在中朝我们看到一些名字 都是跟车的构建有关 那是不是也能够看得出来 当时对于车的这种重视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从人的名字命名来看 当时周朝的时候啊 人和车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 在史记晋世家里面记载的 静力猴叫符 那么试本当中呢 把它这个符啊 写作车子旁的符 史记当时记载的是 我们现在写的幸福的符 车子旁的符 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轮符的那个符了 它就跟车有关系 另外呢 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 邱希归先生 他认为静猴墓地 出土的静猴队的器物 这个队呢 他认为也应该加车子旁 而且呢 他认为静猴队就是静力猴 这个队和符 是他这一个人的一个名 一个字 他们是一个人 说明在那个时候啊 人们用车的部件来起名字 这是非常常见的 吉老师 金献猴的车马坑 您从最开始加入这个发掘工作 到最后是用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车马坑我们发掘 用了整整两年 既有春秋季平和的天气 也有冬季的寒冷 和夏季的闷热 甚至还有遇到那种暴风雨 大水差点灌进来 这个都经历过 这个都不算什么 最关键的是 是赤马坑本身的埋藏特点 决定了这个发掘时困难 车的主体是木质的 经过三千年的岁月 这些车呢 在底下是要经过一个 朽烂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 朽烂掉 它是一个足渐足渐的过程 原来里面的木质的给烂掉了 足渐这个空间被其他的土给填满了 青铜构建呢 它也生锈了 但是呢 青铜构建它还能在 还能留下来 而原来的木质呢 就基本上不在了 也变成土了 但是这种土呢 和周围的土不太一样 发觉清理车马坑呢 就是通过把周边的其他土 薄离 把是车的这部分给它留下来 最后还原出整个一个车来 从土中挖土 土中找土 就是一个土中找土的活儿 而且呢 这个不仅仅是清理 还要清理之后 让它能立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 技术性很强的一个活儿 中国考古大会 由耕耘美丽中国 创造美好生活的 中国农业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 一刷一束 一口安康 本节目由专业口腔护理的 云南白药口腔护理品 特别赞助 一座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 让我们看到了 西周时期晋国 逐渐强大的国力 和周王对晋献猴的重视 晋献猴的儿子晋木猴 继承了他庞大的家业 不过呢 晋木猴的墓葬 和他的父辈们有些不同 葬在他身边的女性 似乎有着更多的故事 1993年下半年 考古工作者对晋猴墓地 进行了第四次抢救性发掘 一座一夫二妻一学合葬墓 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 这就是晋木猴及其夫人墓 其中晋木猴的甲字形墓葬 全长24.3米 而她的一位夫人 却是中字形墓 全长35米 规格甚至超过了她的丈夫 更令人震惊的是 她的随葬品多达 4280多件 玉器就有800多件 作为权力象征的玉戈 有12件之多 但最令世人震撼的是一串超级项链 祖玉佩 由玉黄 玉横 冲牙 玉管 绿松石珠 玛瑙等构成 从头一直覆盖到脚 每件玉势技艺精湛 整个祖玉佩大气磅礴 彰显了这位 寄乎人生前的重要地位 看了刚才的视频 我有一个疑问 这位夫人是谁呢 怎么会拥有这么高规格的墓葬 在春秋早期的时候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 进过国君叫晋文侯 晋文侯呢 是晋木侯的儿子 那么这位夫人 有可能就是晋文侯的母亲 也就是文献中的晋江 有关晋江的传说 文献上记载的她 就辅助公婆 又辅助这个文侯 又派人到南方的凡羊 去取铜料 用很多盐去换铜料 可见这位晋江呢 她在世的时候曾经有很大的影响力 她这个应该是在她丈夫去世了很久 然后她才去世 她的子女们吧她在下葬 而且使用了春秋早期的 晋国所享有的这种理智的规格 使用的是双木刀 说到晋江啊她还是挺有名的 史记当中提到晋世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就是这位晋江 我们看到这一套的祖玉佩啊 她玉皇很多 那这种以玉皇为主的祖玉佩 在西州的时候是比较盛行的吗 在祖玉佩中间 包括项链里面 玉皇都是比较适用的 因为你挂一个玉壁 挂在下面还可以 你挂在脖子上面就不是太好看 因为我们的衣领啊 这些都是弧形的 所以挂这种弧形的玉皇 是比较美观的 西州的这个玉皇 有很长远的发展历史 到了西州 这个玉皇越用越多 祖配越来越长 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礼仪规范 越长 等级就越高 等级越高 就说明你是处在一个 非常重要的礼仪场合 走路就要小心 由于在隆重的礼仪上 这个玉佩啊 可能超过了胸腹部 有可能垂在腿上 这就会影响走路 所以古人就有一种说法 就是改玉改步 你换一种主玉佩 你就要换一种步伐 所以改玉也要改型 走大步 这个玉佩就会 互相碰撞 受到影响 那么走小步 后一步 要踏着前一步的脚印再走 这就是小碎步 太难了 走小碎步 那就是一种 非常隆重礼仪上的 或者是 对对方非常遵从的时候 用的一种步伐 近墓侯夫人 墓葬里面出土的 这组祖玉佩呢 她总的数量达到204件 其中玉皇呢 就45件 这个呢 也是在整个西周时期 见到一个墓里面 出土玉皇最多的 这其中最大的玉皇 长15.5厘米呢 那相比较 这个整个季后墓地 出土的玉皇 一般也就是4到6件 这个最多的也就是9件 这组是45件 这是最多的 在季后墓当中 发掘出大量的玉器 但是山西这个地方 好像是不产玉的 那这些玉器的 它的原料来源是 在哪里呢 山西虽然不产玉 但是呢 通过这种封赏呀 馈赠呀等等渠道 就会获得大量的玉器 而且呢 靖国他和周王室的关系 非常亲密 这样的话 他就会有各种途径 来获得这些玉器 我们在文献史记 孔子世家里面 就提到 古者封同性以真玉 展青也 这样的描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呀 同性之间 要互相馈赠 一些珍贵的玉器 然后呢 来维持这种 清缘关系 这就是玉器交流的 一种方式 另外呢 我们在一周书里面 也看到 他特别提到了 叫武王福商 对 旧玉 亦有百万 就是说周武王灭了商以后啊 他缴获了大量的 这种商贷的玉器 叫亦有百万 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张 总体上来讲 当时这个玉的流通 它是通过一定的渠道 而且呢 在上层社会里面 应该是非常非常 普遍的一种行为 通过这位夫人 墓中庞大的玉器陪葬品 我们看到了西周时期 晋国国力的 不断强盛与富足 感受到了 他对玉器的热爱 也直观地感受到 这组超级祖玉配 所传达出来的等级制度 和对于理智规范的要求 这件超级祖玉配 这位让晋木侯的夫人 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而晋木侯的儿子 也不是简单的角色 她的名字叫做球 就是仇人的仇 这位基球 就是后来 大名鼎鼎的晋文侯 在《史界晋世家》里面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木侯呢 娶了齐江做夫人 她有一次奉这个 周王之命去罚条荣 这个条荣呢 专家研究可能就在 山西南部的 中条山这一带 那么在蒸发条荣的过程当中 木侯打了败仗 在这个时候 她生下了她的太子 就是笛长子 这非常不巧 本来生了笛长子 是一个喜事 结果呢她打了败仗 所以呢 这个木侯就非常恼火 她就给自己的儿子 取名为仇 也就是仇 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 以此来铭记自己 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失利 在晋文侯统治晋国的时候 西周王朝已经 濒临王国的前夕 而他帮助平定周乱 之后又在平王东迁中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晋文侯呢是一个 非常有作为的国君 在他十年的时候 就碰到了周王氏的这个动乱 周幽王宠信包四 而且呢 废掉了身后 废掉了太子 结果引发身后不满 联合曾国犬戎 攻陷了浩金 然后呢杀掉了幽王 在这个时候 文侯辅佐周平王东迁 而且呢杀掉了当时 另外一个被立起来的周邪王 等于是维护了周王朝的 这个正统的延续 所以呢在这个文献当中记载 向国语正语就提到了 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这话说的其实是 非常非常的力量大的 就等于说是晋文侯 是安定了周天子的 在晋国的六百多年历史上 总共有三十八位国君 在记载中 有四位国君接受过周天子的赏赐 第一位就是唐书彧 我们看到的那个书彧方邸 那里面就有周天子对书彧的赏赐 第二位就是晋侯苏中里面的晋侯苏 因为作战勇敢打了胜仗 周天子对他进行赏赐 第三位就是晋门口 因为他辅助周平王东迁 有再造东周之功 然后接受天子赏赐 还有一位就是在公元前632年 击败了楚国 建立晋国八爷的晋门口 后来在建土惠盟的时候 也受到周天子的赏赐 所以你想想在进过六百多年的历史中 只有这四位受到周天子赏赐 进门口就是其中一个 有发光传播 是可怜 各路之后 必少多 为我每人一批一袖 是些诸侯不救援 为什么你们不来救亡 天下诸侯 为什么 为什么 迎接周王 迎接周王 敬侯求听力 在 九都已被犬戎残毁 而等随我 迁往东都 遂命 西周灭国 在自身 不中设计 爱美人 浩金战乱 成交土 东都兴起 落水冰 作为跨越西周和东周的一位 靖侯 靖文侯 护送周平王东迁 在历史上留下了文侯秦王的故事 在靖侯 在靖侯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青铜礼器 其中的裂顶和裂鬼 可以视为当时 礼越制度的重要标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应该是九十三号墓 可能是靖文侯的墓藏里面出土的裂顶和裂鬼 在这个墓里面一共出土了五个裂顶 六个鬼 但是六个鬼有四个有盖 有两个没盖 它们究竟是一套 还是两套 现在有不同的认识 如果从有盖的这四个鬼来说 它就组合成了一个标准的五顶式鬼 这是靖国 这个国军的一个最基本的裂器组合 裂顶它是形制 文式甚至闽门都一样 它的尺寸一次递减 里面放的东西不一样 这是在当时裂顶这么一个特点 靖国还是一直手里的一个国家 我想这种手里可能与靖国 与周王时的这种亲近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靖国的始封者是周王的儿子 要论整个诸后国这些所封 论跪可能达不到 但是论亲近 靖国可能是比较亲近的 而且靖国后来能成为霸主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从同叶封地开始 靖国存续六个多世纪 春秋时期更是称霸一百五十多年 从谢父到晋文侯 西周时期晋侯世家 一一在晋侯墓地找到了对应 晋侯墓地也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西周诸侯家族墓地 而靖侯墓地所出土的文物 让我们找回了诗载的历史 感受到了靖国的风貌 说起来靖国的历史 作为一个山西人 确实是挺感慨的 靖国风云六百年 尽管没有走到历史的中心舞台上 但是靖国和后来继承者 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文明成就 现在看来依然是熠熠生辉的 其实我们通过靖侯鸟尊 靖侯苏东以及祖一佩 以及承马坑作为切入点 来研究人物背后隐藏的历史 以及人和社会 这就是考古 曲春天马遗址的原址上 建立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博物馆 它的建筑面积达到一万三千多平方米 而其中感听的面积有八千平方米 这是用于常年的展示 靖国的历史 靖国的考古以及靖文化 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呢 这个使社会上更多的人有机会 通过博物馆去了解靖国 了解靖国的历史和考古 通过靖国目的 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 西周时期早期靖国的历史和文化 曲沃是靖国及三靖之源 那么要探索这个源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还没有确认那就是靖国的都城 靖后还有许多工作 有待于我们去调查 去发掘 去研究 靖侯墓地历经三十年发掘 通过细致而专业的保护与修复 规范而开放的寻展与解读 让这些珍贵的文物 能够被更多的普通人接触了解 也让西周时期的 靖世家与靖国的故事 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熟悉 这离不开所有为死 而付出过努力的考古工作者们 感谢你们 接下来呢 邀请本期三位专家上场 接受我们的致敬 走进考古 感悟历史 触摸文明 研究靖侯墓地 探索靖国历史 守护山靖文物 传承华夏文明 是每一位山西文博人的使命与担当 作为考古推广人 用四个字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收获颇丰 以前我认为考古可能是冰冷的 但是今天听了三位老师的讲述 我觉得考古工作它是温暖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 感受灿烂的中华文明 都是中国考古人 他们用心血换来的 再次向你们致敬 自汉以来 靖侯墓地发掘出土 无数重要文物 为三进发端处 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更对西周春秋战国 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进程的 发展演进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由耕耘美丽中国 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农业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考古大会 解锁考古密码 探寻中华文明 让我们下一次考古探明之旅 再见 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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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